Hello 大家好 我是Monkey 这是骨盆正位第十一集 然后第十一集呢 我们要从女神室开始跟大家一起练习 然后锻炼骨盆的活动度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脚趾往外转开来 然后膝盖也往两边推开来 然后把尾骨收紧 肚子收好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下去之前 我们可以在这边先感觉一下我们的骨盆 所以也有点像猫牛式 所以你吸气的时候放松肚子 感觉被arch 吐气的时候呢 tuck in 就是把你的尾骨往内卷起来 然后好像做核心的crunch一样 然后试试看呢 找到中间50%的力量 收好50%力量的核心 然后把屁股往后往下做 好 然后呢 在这边再做到你可以比较低 你可以到最低 可以舒服停留低的程度 那当然就是每个人程度会 每个人可以停留的高度不太一样 所以记得请听自己可以的声音哦 好 然后呢 再停在你可以的高度之后 再做一次tuck in arch 就是翘屁股跟尾骨卷 然后过程中都保持脊椎向上延展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次 所以脊椎向上延展 然后腿打开到你可以蹲低的腿距 然后注意膝盖没有压迫 所以如果膝盖有压迫感 记得打开再大一点点 好 然后呢 在可以的腿距之间呢 我们再把核心收紧50% 好 支持我们的脊椎 可以向上延伸 然后在这里呢 可以试试看把坐骨在每一配合你的呼吸哦 吸气吐气的时候呢 都让你的坐骨往下坐上地板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些绕转的动作 像影片一样 跟着影片练习做一些绕转的动作 好 过程中都还是有收到50%的核心力量 然后保持脊椎延伸而没有向前傾哦 好 然后呢 我们要舒展一下刚刚练习的大腿内侧 然后所以试试看把脚直再往内 有点像内巴的感觉 然后呢 启动一个arch 也就是翘屁股的骨盆 然后从鼠息的地方哦 把延展的脊椎向前 向下折 好 那所以呢 你也许手会碰不到地板 但是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透过这个 依照自己的状态 跟身体的状态慢慢练习 好 那你如果手碰不到地板 也可以用瑜伽砖或者是哪一张椅子在前面哦 帮自己有给多一点支持 好 那我们的重心会有一点点向后 但是注意膝盖不锁住哦 所以膝盖其实是有启动 但是没有锁起来的 膝关节保持弹性 怎么下去的怎么上来 所以一样从熟悉的地方把身体往前遮 然后慢慢回来 那祝福你有愉快的练习 然后如果过程 练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都欢迎你跟我联络 然后记得大家请按赞 订阅加分享 Namaste Namaste Namaste